一名年约70岁的男性某天觉得右上腹隐隐作痛 原本以为胃溃疡老毛病发作 但是到药局买胃药吃了之后腹痛并没有减轻 还出现恶心食欲下降虚弱无力等情况 赶紧到卫福部基隆医院求诊检查 才发现胆管结石 因此经过评估卫福部基隆医院肝胆肠胃科医师胡果症 使用ERCP所谓内视镜逆行性胆疑管造影术 简单讲像做胃镜一样测躺 再用内视镜技术取出胆结石 取代传统的开刀方式 那我们断层看到发亮就代表说那边其实是有发炎 因为会冲血血液带动那些咸影机才知道它原来那边有发炎 所以其实这个时候这边胆管都有发炎 这个时候去做开刀的手术 术后的一些并发症或术中的风险都会略微提高 而且加上有时候病人年纪各方面不见得每一个都适合马上做手术 所以藉由新的一个内视镜的一个处理 是可以避免掉肚子开刀的一个风险去处理这个死痛 这位病患在手术后三天康复出院 术后一个礼拜回诊 验血指数和身体都已经恢复正常 胡果症医师指出ERCP可以准确评估胆管结石大小 科数及位置迅速取出结石疏通胆管改善病况 另外也可以在取食过程中把狭小的胆管出口稍微称大 让结石可以顺利取出 万一病人日后有新的结石从胆囊掉入胆管 也比较有机会自行排出细石 一进去就发现这个病人 哇原来有两个石头 一大一小都卡在胆管的出口那一点 那因为那么大出口那么小 所以当然会卡住 这个就是往往常见的状况 所以我们下一步呢 这个摄影术结束之后就可以直接马上接着取食 第一步我们会把这个出口撑开 第二步就是用一些器械把整个胆管疏通 把一些石头绕出来 目前ERCP有健保给付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和基隆医院联系 了解更详细的内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